都说生活不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就比如说小霞我自己 上班之余 因为喜欢看电影 开出了这档子节目 每天过着上完班 熬夜 写稿 剪片的日子 那好在 我有一只猫 每天当我脸色蜡黄回到家 主子上来 赏个脸 给蹭一蹭 瘫倒在地上 让我挠挠肚皮 在不开心的事 也会 暂时忘记 包括猫屎 真的真的真的很臭 但我不就是铲屎的吗 也得帮他铲了呀 可以说猫星人 是上天的恩赐 11月的院线 有很多值得一说的影片 但是今天这期节目 小霞出于私心 想留给一部 实际上16年 就已经在国外上映 但是今年 才被引进影院的电影 流浪猫 鲍勃 关于一个流浪汉 被一只流浪猫拯救的故事 非常套路 非常鸡汤 但是 有一只演技满分的猫 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电影里出演鲍勃的这只猫 就是现实中的鲍勃本尊 当年在英国的人气 可以说比Adel还要高 中风哥詹姆斯 是个在街头卖唱的流浪汉 每天靠着路人一毛两毛打赏 来过日子 饿了就翻翻垃圾桶 跟耗子强吃的 惨得不能再惨 这天 中风哥在街上唱着唱着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这不是他老爹吗 面对上前打招呼的儿子 老爹一脸不情愿 虽然这个老爹已经另外成家了 但是毕竟是父子 其实抛弃这个儿子 也并非纯粹因为没良心 中风哥实际上吸白粉成瘾 好好的家人跑去吸毒 喝谁 谁受得了呢 老爹塞给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几块钱 跟着现任老婆 就跑路了 自从成了瘾君子以后 中风哥真的是爹不疼 娘不爱 走在路边被人踹 切身体会了一把 事态炎凉 他心里也知道 这么下去要完 就跑到戒毒中心报了名 每天到药房 领美沙酮缓解药饮 负责给中风哥戒毒的这位姑娘 叫瓦尔 是个特别温柔的人 虽然中风哥三番两次放他鸽子 人家姑娘回头还是好声好气 希望拉他一把 这天瓦尔给这个风餐露宿的小伙子 申请到了一间公寓 这一整片公寓里 住的差不多都是正在戒毒的尹君子 环境虽说不咋地 但是也好过大冬天睡马路 可把小哥激动坏了 浴缸沙发 虽然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 但是能洗个热水澡比什么都强 正泡着澡呢 中风哥就听到厨房里有奇怪的响动 联想到这一块住的都是什么人 中风哥心想八成是禁贼了 摸过去一看 还真的是禁贼了 不过这个毛贼好像有点可爱 白吃白喝了家徒四壁的中风哥一顿饭之后 小胖子就碰瓷了中风哥 没事就来蹭个饭 没过多久 小胖子打架受了伤 中风哥为了给他治病 认识了隔壁的白富美 白富美说 其实我会通灵哦 这只猫是上帝派来拯救你的 以后要叫人家抱伯 听懂了吗 就这样 中风哥莫名其妙 在自己都养不活的情况下变成了蚕食官 好在鲍勃是个有大智慧的猫 用自己超大的胃口敦促中风哥勤奋工作 自己饿可以 饿到猫绝对不行 鲍勃十分尽职尽责 每天都要跟着中风哥上街挣钱 他们一起卖过唱 一起卖过爆 可能是平时没有看到过这么勤奋的流浪猫 还出来打工 平时连比石头还冰的路人 突然友好度飙升 纷纷赶过来 看这只会鞭策铲食官赚钱的小可爱 圣诞节前夕 有了新生活的中风哥 带着鲍勃和礼物去拜访自己的老爹 没想到一向乖巧的鲍勃借机报复了刻薄的后妈 帮中风哥出了一口气 真的是未铲食的操碎了心 就这样 鲍勃陪着废柴中风哥成功戒毒 写书赚钱 撮合了中风哥和白富美 结局一片四海欢腾 电影本身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东西 但是鲍勃喵本尊的演技 真的让人看得心里暖洋洋的 你让他鸡掌就鸡掌 让他乖乖坐着就乖乖坐着 看他爱猫人士 想给他买一辈子的罐头 听说导演组找了六只猫来演Bob 最后都被本尊的演技给比拼下去了 但电影 终归是电影 鞭策你出去赚钱 帮你撕逼 督促你戒毒 给你撮合对象 这种只能是别人家的橘猫 你家的橘猫 最多只会压他你双十一抢单买回来的炕 所以说 好好的年轻人 吸烟有害健康 吸猫才是全宇宙 最令人开心的事情啊 另外说一句 记得关注我们的电锯霞 在这样一个天气越来越冷的季节 也希望你们给小霞多一点温暖 让小霞知道 这么写影评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种飞行吗 这种飞行吗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那种飞行吗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